泰山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你要賺錢才可以買更多的東西吃 但是你現在賺錢了嗎 好像沒有 對嘛 那怎麼買東西吃咧 可是我每天都有工作耶 工作 欸泰山 你要搞清楚耶 你現在是不是來我們這邊做培訓 對對我是培訓 對嘛 那既然是培訓 就是在學習嘛 對 我沒跟你收學費就很了不起了 你還敢跟我要薪水 黑心老闆一番顛三倒四的說辭 把單純的員工騙得團團賺 拿不到錢不打緊 還要賠償老闆學費 天底下哪有這麼沒道理的事情 但很遺憾 這樣的事件其實真的存在 為了防止學生被詐騙 新竹市勞工處請來劇團演出 提醒學生打工求職 切記欺負三倍的要點 才能保護自己不受騙上當 那在暑期工讀的部分 其實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老實說就是一個三倍七步的一個要件嘛 那包含今天我們要告訴我們的面試地點 我們今天要蒐集公司的資料 那除此之外我們還要檢視一下相關的工作資訊 這個是在我們三倍的部分 那在七步的部分包含了我們的不簽約 不繳錢 不辦卡 還有我們不購買 以及大家要記得清楚一下 就是說我們不要非法工作 我們不要飲用不明的飲品 除此之外還要記得證件不要離身 其實牢記我們三倍七步的一個口訣 那我相信在打工求職的部分 停看聽 多停一下 多看一下 多聽一下 那自然而然其實就可以盡量去避免 我們再遭到一些相關的一個詐騙 或者是一些違法的一個行為發生 求職防騙是個嚴肅的議題 但劇團用預教語樂的方式 悄悄的把防騙要訣升職學子行蹤 畢竟誰都不想受騙 打工求職也只是想賺點零用錢而已 就是要防詐騙啊 我才不想到時候打工打來打被騙到棉被去 不要 絕對不要 我覺得到了我打工前要先準備好他們的公司資料 還有那個要先跟家長通知 然後不要繳錢 然後也不能先加入他們APP簽合約 然後也不可以那個 也不會那個 不會喝他們的水 然後要那個 為什麼要注意這些事情 怕會被騙 然後會被那個 會被那個 剝奪自己人生的權利 新竹市副理國中指出 國中學生滿15歲就可以合法打工 但學生涉事未生 因此學校會適度宣導 提醒學生應該注意哪些地方 避免落入詐騙獻 因為國中的孩子其實在很多思維上面不夠完整 那譬如說在提醒孩子們的證件的管理的部分 不要被這些公司任意的拿取 那以及合約的簽署的部分 可能都是在保護自己的部分必須要特別留意的 那麼當然工作的性質選擇的部分 也是我們在學校師長這邊會要特別幫助孩子們做分析 跟留意他的安全性 以及合宜性的部分 暑假是年輕學子打工的旺季 提醒學生找工作的同時 也要謹記七步三倍的要點 如果真的遇到什麼問題 趕緊向家長 學校或政府單位來詢問 打工求職 停看廳 防犯詐騙要小心 記者林彥斌 採訪報導 記者林彥斌 靣佩 文件 和政府單位來詢問 我們還有暴詐騙要小心